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第91届奥斯卡入围名单 今年的奥斯卡特别的有趣 口碑和风向都呈现比较混乱的状况 不过你也可以说是有更多元的观点 入围名单出来之后有人觉得实至名归 也有人哀嚎和崩溃 在我们看完今年奥斯卡主要的入围名单之后 也会有我们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预测活动 让我们先来看看今年入围最佳影片的电影有 以上八部电影入围比去年少了一部 这个名单基本上没有什么太意外的 只是有一些原本有机会可以入围的 遗珠没有入围而已 像是《疯狂亚洲富豪》 《爱满人间》 《八年急生》 还有《月光下的蓝色男孩》的导演芯片 《蓝色比尔街》的《沉默》 以上电影都没有晋级到 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入围名单当中 你心中是不是也觉得 哪部电影怎么没有入围到最佳影片当中呢 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告诉我 而入围最佳导演的由 以地心引力拿过一次最佳导演的 阿芳宗·康隆 这一次以《罗马》入围了十项大奖 并且他一个人就入围了最佳导演 最佳原创剧本 最佳摄影 还有最佳外语片四个奖项 第二个是波兰导演 帕瓦·帕瓦斯基 他也是以外语片没有烟消的爱情 入围了最佳导演 在第87届的奥斯卡奖上面 他以伊达的抉择得过最佳外语片 第三位则是以《珍宠》入围的 希腊导演 ユーゴ・レン・シーマー 这是他的第一次入围 不过《珍宠》和《罗马》一样 都是拿到了最多的十项入围的电影 所以这位希腊导演 应该就是墨西哥导演 能不能在六年之内 拿下第五座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 最大劲敌 第四位是美国导演 之前以大麦空入围过最佳导演的 Adam Mackay 这次则是以《为父不仁》这部电影入围 最后则是美国知名的 社会议题导演 Spike Lee 他以黑色党徒 得到了他第一次的奥斯卡奖入围 在导演奖项上面 意外没有入围的 应该是原本被看作得奖大乐门 第一次当导演的 Brady Cooper 以及金球奖的大赢家 幸福绿皮疏的导演 Peter Ferrari 可能还有蓝色比尔街的 沉默的Barry Jackens 以及黑豹的导演 Ryan Kruger 最佳男主角入围的则有 在男演员界拥有 胖瘦自如的橡胶果实的 Christian Bale 这次以《为父不仁》入围 在片中他蒸胖20公斤 饰演美国副总统钱尼 这位美国历史上 最有实权的副总统 在一个巨星的诞生当中 又编又倒又演又唱的 Brady Cooper 也以这部电影 入围了最佳男主角 Brady Cooper 是五位入围者当中 唯一饰演 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也不用扮丑的角色 去年在第68届柏林音展上面 得到终身成就奖的 William Duffel 则以反骨在永恒之门中 饰演画家范骨的角色入围 Remy Malek 则以Porsimia狂想曲中 皇后合唱团的主唱 Freddie Mercury的角色 入围了最佳男主角 他是五位的影帝入围者当中 年纪最轻的 而且不管他最后 有没有得到奖项 他都已经赢得了 剧中的女主角 而Viggo Mortensen 则以《幸福绿皮书》 入围了最佳男主角 这部电影中 他也真胖 还要学习意大利枪的口音 似乎胜算也是蛮高的 最佳女主角入围的有 入围意义很大的素人演员 罗马的女主角 Yaliza Aparicio 她在网络上面也放上了一段 她得知自己入围时候的反应 我想任何人在这个时候 应该都是感觉到不可思议吧 在金球奖上面 拿下了戏剧类最佳女主角的Glen Kroos 也以同样一部电影 爱妻中精湛的演技 拿到了奥斯卡的入围名单 他拿过三座东尼奖 三座爱美奖 三座金球奖 就是没有得过奥斯卡奖 这是他在奥斯卡奖上面的第七次入围 能不能得奖就看今年了 而他最大的劲敌 就是在金球奖上面 拿到了喜剧类最佳女主角的Olivia Coleman 以《珍宠》这部电影当中 安妮女王的角色入围 蛮多人傻眼他能够入围奥斯卡 最佳女主角的Lady Gaga 则以一个剧新的诞生当中 又唱又演的爆红明星得到了提名 但我觉得他得奖的几率 其实还蛮高的 而一个剧新的诞生 三次好莱坞翻拍的版本 都能让男女主角得到奥斯卡的入围 也算是一个记录 最后则是Melissa Marcosi 以她的卫造游戏当中 突破性的演出得到了入围 最佳男配角奖入围的有 去年的得主Sam Rockwell 以《为富不仁》当中 美国总统小布希的角色入围 还有前年的得主Mahashallah Ali 今年以《幸福绿皮书》中 饰演音乐家Don Shelley的角色入围 Adam Trafford也以《黑色党图》这部电影 入围了最佳男配角 Sam Everett 则也以 一个剧新的诞生当中 Brady Cooper的哥哥角色入围了 最后一个则是Richard E. Graham 以她的卫造游戏当中的角色得到提名 最佳女配角奖入围的有 近代的奥斯卡陪榜常客Amy Adams 以《为富不仁》得到她的第六次奥斯卡提名 Melena de Tavila 则意外的 以《罗马当中女主人的角色》得到了提名 在金球奖上面拿到最佳女配的Regina King 当然也以《蓝色比尔街的沉默》得到了提名 最后两位则是同时以《珍宠》这部电影 得到提名的Emma Stone 及Richard Weiss 在演技奖项上面的遗珠还蛮多的 比如说爱满人间的Emily Bront 登月先锋的Ryan Gosling 和Clai Foy 以及以慕斯的最后诱惑 拿下了许多影评人协会影帝的Ethan Hawke 也是没有得到提名 书院中展现出变态演技的Conny Collette 还有私人战争中的裴纯华也都没有入围 也差一点的还有《美丽男孩》当中的Timothy Chalamet 还有黑色党徒的John David Washington 被抹去的男孩Lucas Haggis也是一大遗珠 要分析今年的入围名单最强的真的就是 《珍宠》还有《罗马》这两部电影了 分别都有在最佳影片、导演、剧本、还有摄影上面都有入围 《为父不仁》和黑色党徒则是在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剧本上面都有入围 但是没有入围最佳摄影 《幸福绿皮书》则可能因为导演本人最近的丑闻事件 而没有入围到最佳导演 今年的Oscar奖真的是非常多的负面宣传 只要你一红了 就会有人把你过去做过的什么不干净的事情给挖出来 因此到现在今年的颁奖典礼上面 可能是不会有主持人的存在 《黑豹》这部电影虽然没有入围到最佳导演、最佳剧本 或者是任何一个演技奖项 但也入围了七个奖项 所以不得不说 也是有几率抱忍得到最佳影片的 一个剧新的诞生也入围了第二高的八项大奖 可是在失去了最佳导演的入围之后 想要得到大奖的几率可以说是越来越难了 接下来几个奖项都是我觉得蛮没有悬念的奖项 有的甚至是我看完电影之后 就在影评当中预测他会得奖了 最佳外语片入围的有 黎巴嫩的代表 我想有个家 波兰代表没有烟消的爱情 德国代表无主之作 墨西哥代表罗马 代表日本的小偷家族 这里面最强的当然是入围了十项的罗马 能以一部不在电影院上映的电影 得到奥斯卡的肯定真的是很不容易 而由另外一家线上串流平台 亚马逊工作室推出的没有烟消的爱情 这部电影也是蛮有机会得到最佳外语片的 它也同时入围了最佳导演还有最佳摄影 最佳动画片入围的有 超人特工队2 犬之导 未来的未来 无敌破坏王2 网路大暴走 蜘蛛人新宇宙 如果奥斯卡不颁给蜘蛛人新宇宙的话 我也不能怎么样啦 而最佳原创歌曲入围的有 All the Stars 黑豹 I will fight RBG 不恐龙大法官 Shallow 一个巨星的诞生 The place where lots things go 爱满人间 When the cowboy trade his serves for wings 西部老八的故事 最佳原创剧本入围的有 珍宠 牧师的最后诱惑 罗马 幸福绿皮书 唯父不仁 最佳改编剧本入围的有 西部老八的故事 黑色党图 他的卫造游戏 蓝色比尔街的沉默 一个巨星的诞生 最佳摄影入围的有 没有烟消的爱情 真宠 无主之作 罗马 一个巨星的诞生 最佳剪辑入围的有 黑色党图 Poshimia狂想曲 真宠 幸福绿皮书 唯父不仁 最佳服装设计入围的有 西部老八的故事 黑豹 真宠 爱 满人间 双后传 最佳化妆入围的有 边境奇谈 双后传 唯父不仁 最佳原创电影配乐入围的有 黑豹 黑色党图 蓝色比尔街的沉默 犬之岛 爱 满人间 最佳美术设计入围的有 黑豹 真宠 灯月先锋 爱 满人间 罗马 最佳音效剪辑入围的有 黑豹 Poshimia狂想曲 灯月先锋 境界 罗马 最佳魂音入围的有 黑豹 Poshimia狂想曲 灯月先锋 罗马 一个巨星的诞生 最佳视觉特效入围的有 复仇者联盟无限之战 智友维尼 灯月先锋 一集玩家 星际大战外传 韩索罗 最佳纪录片入围的有 自由攀岩 黑耳郡的早晨与夜晚 恐怖分子的孩子 注意脚下 RGB不恐龙大法官 最后就是我们要来预测 奥斯卡得奖名单的有奖争达活动 今年我们要来预测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男主角 还有最佳女主角四个奖项 只要你是权重 或者是猜中最多的 你就有机会得到 我所送出的电影票券两张 一共有五个名额 如果太多人的话 则会抽签选出 那如果只有一个 或者是两个人 全部猜中的话 我则会送你双倍的礼物 就是四张电影票 活动有办法 订阅这个频道 还有帮这支影片按赞 当然还有写下你预测的结果 最佳影片是谁 最佳导演是谁 最佳男主角是谁 最佳女主角是谁 四个结果写在留言区当中 截止的时间在颁奖典礼当天 台湾时间的2月25号的零点 我也会在当天晚上 YouTube直播当中 公布我们的得奖名单 虽然很多人说 今年是奥斯卡的小年 但是因为有黑豹的入围 还有许多卖作片 并且还有Lady Gaga的表演 可能会是收视率的大年 但我感觉今年真的会是 奥斯卡很重要的一年 会选择奖励新席泰 一部根本没有票房成绩的电影 或者是票房卖座冠军的英雄电影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到时候的结果吧 反正至少我对奥斯卡 已经失望很多次了啦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 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